中东出大事的观众朋友 黎巴嫩还没有完全从BB Call 对讲机同时引爆的惊魂 抽离开来 居然昨天晚上 又面临了18年来最严重的空袭 以色列发动了猛烈轰炸 500人死亡近2000个人 轻重伤 更严肃的讯息在后面 美国第一时间宣布增援 现在林肯号航母已经在阿曼湾 灭国神器乔治亚核潜舰 更在中东不知名的海域待命 以色列参谋长更是预告 会不断的加强攻击 炸到真主党听懂为止 居然哥大家一直在讲说 以色列这一次是不是踩到了红线 踩到了黎巴嫩的红线为什么 我们这边讲到说 这是20年最血腥 为什么 你说宇雪 看起来还好 650次打击 1400多个煤弹 飞弹 1300个目标 500个死伤 1600个伤亡 这听起来还好 居然哥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些人里面一大堆都是平民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这个是 你就犯到了道德的底线 对 但为什么以色列会这样做 我跟我讲 他有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因为黎巴嫩很清楚 只要你伤害到平民 你就会触犯到包括国际上的法则 跟国际上的红线嘛 对 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把所有的弹药库 武器 飞弹 你知道放在哪里吗 放在哪里 就跟平民放在一起 我通通放在平民家嘛 放在平民附近嘛 你抓了很多的人又盾牌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场景 比如说一个公园 小朋友在里面玩 然后有这个轮胎 玩一玩就小朋友跑一跑之后 旁边一枚飞弹放在那边 就这种状况嘛 那我就问你 那以色列是要打还不打 他决定打了 他就不管你 我知道你就是用人肉这一排 给我来这一套嘛 不要用道德谴责我嘛 不好意思 我就是站在红圈里面 我就站在红圈里面 我不管你道德 所以说我讲 这双边都已经杠上 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后退 没存在的空间 没存在啊 对 所以你看美国只能做什么 没办法 我当你的背杠 投袭下去了 五小大家就说我来 我来生源嘛 那你看拜登说什么 不支持以色列跟曾祖阳 冲突扩大 但你没办法 你像双边现在已经 真的彻底杠上了嘛 只会越卷越深嘛 所以他只能在后方当后盾 这个后盾它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 我当然同时也是看着以色列 我当着以色列的巴库 我把林肯浩也放过去 我驱逐舰也放过去 我托尔尔尔我也放过去 核动力潜舰我也放过去了 但是我不跟你讲 我人在哪里 为什么不跟你讲我人在哪里 我会让黎巴嫩会害怕 黎巴嫩就不知道 很有可能我如果说 全方面的攻击 全方面的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介入出手 所以当你看到 美国这样做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说 我就跟我小时候停住的 对不对 我停途以色列 其实也不是 他是全面的希望双边 能够二子之间冲突的温度 二子之间冲突的规模 至少不要演发成全面性的战争 好 刚刚从这一题一开始 雨全带我们看 其实都是很远的视角 你看到是迅壮云 你看到都是迅爆的那一种爆炸 我们要带您进到地面 跟着黎巴嫩 跟着贝鲁特的市民逃难 我就讲生命都是平等的 众生都是平等的 他们才临经了VV扩清魂计 现在还没有结束 居然就来这一次 对 就像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各位 我们看到那种 大爆炸 火光 大场面 你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但你要想想看 如果是发生在郊区 如果是发生在市区 如果是发生在你家隔壁的邻居 那个既视感就不同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黎巴嫩全面的居民 都在做收到一个撤离电话 就说请你们远离曾祖党 各位 你这样就听懂了 为什么叫他们远离曾祖党 所以曾祖党在哪里 就在他们旁边 渗透了他们每个空间 所以现在事实上是全面的希望 这些黎巴嫩的居民 赶快撤离 赶快逃亡 你说逃亡 我跟你讲 这以色列可以让他逃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整个你到时候被人肉盾牌 你留在原地 那我要打击的时候 更麻烦 更复杂 我让你跑 所以他就说这撤离电话 我就想说搞不好 以色列也有在当中 以色列打的 是当扮演角色 因为黎巴嫩不可能叫他撤离的 不要误会 曾祖党不会叫他们撤离 需要人肉盾牌 曾祖党说赶快赶快 把我包住 把我包住 你当我的人肉盾牌 所以你看好 撤到这种程度 整个交通大打劫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以色列做到什么程度 现在以色列已经讲了 你不要说不叫而杀为之讀 我已经跟你说 捉你们筋试 你们没筋试让我轟到 被我炸到 闷得没办法 那就算你倒霉了 他直接说 不好意思 我们会炸到曾祖党听懂为止 这什么意思 因为曾祖党现在很显而易见的 没有要往后退 但包括他们的库存弹药量 可能就是五万 十万 数以万计的 非常多庞大的军火量跟弹药量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确保 我们以色列北部的居民 可以安全地回到家 因为你知道 黎巴嫩本来就是靠以色列北边的 所以如果你持续的侵犯 持续的进攻 请问一下以色列的居民 回不回回去 回不去 回不去 因为你火线弹 我们一直在打 没错 各位 你不要以为 只有以色列打黎巴嫩 黎巴嫩也是持续的 一直不断的上百枚 一直在攻击以色列 你只要威胁到我居民的安全 我跟你讲 我绝对会持续乍序 而且乍到你会怕为止 好 我们看到了在这一场的 可以说18年来 最惊悚的护轰过程 这个阳台的现场直击 是我所有看到 最惊悚的一刻 对 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居民 回不了家的原因 各位 我们再看一次刚才那样画面 你想想看 这是你家外面 然后你原本以为是放烟火 结果后发现不是 是黎巴嫩真狗打来的飞弹 然后我们的铁熊镜桶 就不断的在拦截 不断的在拦截 不断的拦截 对 的确都拦下来 拦下来你觉得跟烟火一样 好漂亮 好开心 那我就问 如果有一枚没有拦到 那就打到我的窗台了 如果掉到你邻居 掉到你社区 是 那请问一下 你还敢住那个家里面吗 马上撤走嘛 对 所以这就是参谋中央讲的嘛 我要打到你听懂嘛 我要打到你让我的居民 有办法回家嘛 因为当你还持续的 不断在攻击的时候 所以他们只能发布什么 红色警报 这18年来首次喔 以色列已经很久 没有发布什么红色警报 代表说我们的本土 我们的领土 我们的国内已经遭受到 有安危上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有安危的是谁 不是 你不要以为 发飞弹那一方就一定安全 现在连谁 黎巴仁郑长 发飞弹的人都很危险 就跟你知道什么 为什么危险 我就会被人打死以色列 回力标飞弹 你有没有听过 黑科技 你飞弹打出去 就你才看到了 他们转一圈再回去 回马枪 会甩尾 这是不是被以色列动手脚 你BB扣可以动手脚 对讲机可以动手脚 那我就问 飞弹为什么不能动手脚 所以黎巴仁现在吓死了 为什么 飞弹打出去之前都要先撤退 因为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 飞弹被渗透了反过头 还炸我 跟违力标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整个以色列 渗透到黎巴仁的程度 是细思极恐 18年来最惊悚的空袭 打到黎巴仁更像是人间烈狱 你要知道 他曾经被形容是 中东的瑞士 小瑞士 多么宜人宜居的地方 为什么变成了人间炼狱了呢 瑞士这个意思代表说 它是一片净土 但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像是净土 这个比较像礁土 比较像地狱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事实上黎巴仁他一路以来 这几年真的是运气不太好 首先在2020年 他们已经发生所谓的 贝鲁特大爆炸 就是说储藏的超库 有那种什么消化庵 那种爆炸毅然的物品 但已经造成了国内经济 非常大的重创了 就是这一次 对 就各位现在看到了 非常非常惨 2020年 对 当时也是数以千计的受伤 但你看从那个时候 他们经济一直起不来 甚至后来连总统都干嘛 总统都寝食下台了 因为这个大爆炸之后 因为曾祖党之后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悲惨世界 缺电 缺食物 基本上来讲就是准战争状态 那你想想看 对于这些曾祖党的成员来讲 他们哪有差 他们是军火 对不对 他们是军火武装分子 所以如果有资源的话 他们一定直接享用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里面黎巴嫩是些可怜的 我们讲的小老百姓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们聊到说黎巴嫩 包括你说他们真的主权的人 主折的人 真的希望发生战争吗 跟伊朗一样 其实也不希望发生战争 所以你刚刚的那个大灾问 那个灵魂扣问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双框 左边也是黎巴嫩 右边也是黎巴嫩 居然是同一片土地 对 左边那个你看到 那个带有文化 然后又有科技 像是这种高楼大厦 你不讲我还以为是杜拜 古色古香 然后又有现代科技 但是你看到右边 就变成这样断圆残壁 所以你知道黎巴嫩近年 惨到什么程度 第一 人民想要从银行领钱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现金为王 发生战乱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领不出来 完了 几对 银行不给你领 我又不讲我还以为中国又来了 他就不给你领 限领令 违反法律 因为没建户 我就不让你领出来 所以他们现在导致说物价的关系 整个黎巴嫩棒 直接干嘛 十万整个兑一美元 不断的在通货膨胀 不断的在贬值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民众甚至气到 因为拿不出钱 去火烧银行 但你想想看 好好的一个中东瑞士 最后变成了中东的焦土 这个真的是战争 带来的我们希望的结果吗 今天节目一度看到这个地方 美国降习加上战争 让金价一破再破 天花板没有极限 全世界黄金购买最多的国家 印度 启动30年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搬家 100吨的黄金 从英国空运回印度的地下金库 但另外一个大国 中国却全面松手了 为什么不买了呢 连最大的黄金连锁 周大福跟周生生 人家外面世界上黄金标半年 全球在封黄金 他们却关店200家 背后看到了多大多大的警讯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荧幕上面 黄层层的黄金 金色层 那事实上以今年来说的话 如果你今年年初 投资黄金来说 今年应该是大赢家 为什么 今年的黄金的涨幅 年涨幅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了27% 然后9月23号的时候 国际金价已经来到了 每一盎司英两的这个状况来说 是2616块的这个美金 已经再创了这个历史新高了 好 那为什么今年的黄金 会这么强 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 因为美国要降息 美国要降息的话 一般大家认为说 美元可能会走弱 那黄金跟那是悄悄板 就是美金走弱的时候 黄金就会走强 所以这是黄金 会大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另外第二个 当然是有一些国际的冲突 包括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又加剧 那包括说之前是以色列 跟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冲突 另外俄乌战争的冲突 也还没有结束 所以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之下 其实让整个金价是蠢蠢欲动 然后第三个是 因为黄金的实体的需求量非常大 包括说刚才俊相提到 印度在买 那前一阵子中国也在买 俄罗斯也在买 大家都在买 所以这样的三四股力道之下 让这个黄金往上冲 那目前为止来说 台银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因为台银是国内做最多黄金的 他认为说如果假设这个短时间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再加剧的话 可能会再继续挑战这个历史新高 甚至来到2650以上 事实上就讲 已经有那种 这个美国的华尔街看得更高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黄金似乎是 好像还没有停住这个涨势 好 那那个停住涨势 这个到底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问呢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买太早 那事实上从今年年出来 我就讲我很多的朋友 很多那种这个阿公阿嬷 就说我早点起来 我拿出来买了 放了好久 几十年赶快拿出来卖 那卖的这个问题 到目前一直卖的都垂心肝 我怎么这样讲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银楼表示说 对近期有多了大概30%的民众 拿出来卖黄金 那甚至有个网友就说 我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人送我一条5万块的金项链 结果因为当时我手头很紧 所以我隔一点就把它卖掉了 那时候大概只有赚8千块 他说如果放到现在为止 来说只10万块 从5万到10万 但问题是千金难买 早知道一个状况 好 那银楼老板还说 他说有一个老先生 他20年前买了700万的黄金 那20年前那时候大概一英两 大概是八九百块美金 那现在把它拿出来全部卖 你看至少赚了2500万 所以显见 今年真的是黄金 非常好的一个年份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 它是连续买黄金 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是 中国已经连续 四个月停止买黄金 它一直买到今年三月为止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后来这个黄金价 就开始往上飙了 中国官方就认为说 那我们不要买 除了中国官方不买之外 民间似乎也已经缩手了 那特别是从瑞士出口给中国香港 这个出口到香港地区的黄金 已经年减了这个10%左右 是创了这个三年半的新低 好 那为什么会突然不买黄金呢 主要原因有几个 因为第一 黄金价格高 我说真的 黄金价格高的时候 买盘当然就变得比较少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中国目前为止的经济不好 很多人反而是怎样 他赶快把黄金拿出来卖 现金为王 对 反而是拿出来卖黄金的一个状况 所以反而他的需求就大幅的减少 甚至是没有需求的一个状况 那连带影响到什么 连带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以中国或香港来说的话 他们有非常多的零售商 譬如说我们以前去香港 都会去周大福 周生生 很多对不对 很多这个卖金式的这个地方 那照理说 如果你印象中 黄金创新高 那这个金价店铺应该业绩会非常好 像之前这个热闹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好 就没想到 就这样 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画面 周大福跟周生生 他们上半年度了 居然已经关店超过200家 那居然很奇怪 不是大赚吗 不是黄金大赚吗 但是问题就是我说的 因为黄金价格太高之后 民众不想买 民众不想买之后 连带他整个零售金 就急墜了一个画面 好 中国有一个央企 叫中国黄金 然后他有很多 你看这个中国黄金这几个字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加盟店 就用这样的营运的方式 就没想到很多客人 就把这个黄金 就放在你的店铺里面 就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 突然中国黄金的很多店铺就说 我们倒闭了 我们营运不下去了 营运不下去了 就连锁店一个一个倒 一个一个倒 就民众拿了黄金 存放黄金也不知去向 所以导致目前为止 受害的金额 大概有17.6亿台币左右 所以你知道 实际上连民众的黄金都要吞 所以显现 央企目前为止 也陷入一个麻烦 居然年底要查账了 对 没错 一把一把无名火 到底想把什么烧掉呢 对 最近发生了非常多怪事 以中国来说的话 因为年底的时候 如同俊相说 很多财政数字都要一一曝光 像前几天的时候 不是有湖南财政厅厅长 被人家从楼上往下丢吗 遇害了三天 这个在中国大概也是炸锅 大家想像 虽然说表面上说是债务纠纷 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这个水 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是财政厅的厅长 这个跟财政有非常大的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 几天之后这个山东旗河县的财政局 突然发生大 我们看到这个是财政局 财政局就类似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台湾省的厅 就没想到就火灾了 又觉得这很奇怪 好诡异 出事的是财政厅 被火烧的又是财政局 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 好 那你知道整栋建筑物 你想说这个应该很快 这种省级单位应该很快就有人来扑灭 就没想到去这样 整栋烧到基础烧到金光 这种情况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实际上这个就很诡异 为什么 实际上中国以前曾经爆发过一件事 就海关就烧掉 烧掉之后就没想到 这个消防队员三三来死 就让整个海关完全烧毁 给它足够的时间 烧到光光了 就没想到就像你知道吗 后来这个消防队员还被嘉奖 所以你知道这个猫腻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毁尸灭金有功 对 所以有人就说 你这个机密文件是要被烧毁吗 所以人家就说 这个年底要查当之前 有人刻意要隐瞒这些 所谓财务数字 所以我来跟你讲 年底这么多诡异的事情来说 当然就告诉你 这个中国很多财政 地方财政 它可能都有掩盖很多事实 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这个状况 但是鸡蛋在蜜都会透光 我们从非常有限 谨慎的上媒体的数据 我们来横估一下 现在2024走到年底了 中国的经济 有没有向好的迹象 对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好迹象不多 尤其他们最近又公布了青年的 这个失业18.8% 又创了这个新纪录 我最近看到两个消息 我觉得蛮心疼的 一个是 中国有一个24岁的这个物理硕士 就没想到他去 这个最近有一个学校 他就说我们争了一个工友 那工友就 他说经过重重南关考核之后 我们应征了这一位 这24岁的青年 就没想到 他是物理学硕士 居然到学校去当工友 居然到最近 我很多过去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朋友 也回来了 为什么 我跟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说他们怕被讨薪 对 为什么 是 他们目前为止不但减薪 你看中国银行目前为止 大家都减薪了 这个中国政府号召过几日子 然后民生银行最大的分行 北京分行要求集体降薪 降薪50%左右 所以那近期 这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 降薪幅度最大 所以不是只有降薪50% 就这样你还有可能会被讨回薪水 所以这些人还照纳归 我朋友还照纳归 你能够离开中国都离开中国 所以这个限制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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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